缺席争夺之后 这件事才能平衡 苏荣卿这一世努力走向李荣 可他还是被家族羁绊再次错过挚爱 苏荣卿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 面色如玉 台华横溢 只想找个相爱的人 仍旦度过一生 可他爱上的却是华京的长公主 苏家在京城也是名门乱足 正因为家族势力太大 皇上一直忌惮苏家 也一直忌惮着太子的势力 所以是不可能把公主指婚给苏荣卿 李荣被指给了寒门的裴文轩 裴文轩也是个很有趣的人 对公主也是喜欢得很 夫妻俩却因为各种误会而生了嫌隙 李荣跟苏荣卿越走越近 皇上灭了苏家满门 对苏荣卿处以攻刑 李荣收留了苏荣卿 苏荣卿被仇恨蒙蔽了眼睛 跟上官雅合作 害死了李荣和李川 苏荣卿上一世辜负了李荣 这一世想要弥补跟李荣相守 他努力地走向自己的爱人 可还是被家族羁绊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族 跟公主越走越远 再次错过挚爱 李荣这一世的归宿依然是裴文轩 夫妻俩解开上一世的误会 这一世一定会幸福圆满 点关注不迷路 一起期待后面精彩的剧情 李荣